经验来看还是李庭佑要占一些上风 单手 在昨天上午的比赛当中马林 马林和斯米尔诺夫都要高出对手许多 他也中了一些套 但是有一点盛世不武的意思 我们著名的国手 最近荣升这个国家体育总局的副局长 队的总教练 包括兵与中心的主任 然后不解之缘 尤其从黑龙江角度讲 他也培养了恐惧不好 包括体育局啊乒乓队啊他肥养的 包括现在这个王永刚跟这个电视台合作 他这个永刚体育文化公司 觉得非常好 已经搞第三次了 我记得从来说 咱们省台还是走在全国的最前面 来说我觉得都是非常成功的 对 这是 人家龙 在9比7领先的情况下 还出现了还是年轻一些 所以说年轻运动员的成 站得住的世界冠军 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对 对 绝大部分都是心态问题 对 在这点上它更容易发挥 好 又是机会 有个交手 要支持 跟韩国 每年都要搞一次中俄 推动 这球 对 可能把全部精力全都放在世界上 我们下轻运也固承运动中去 就是孔之达 他的儿子苦力 出的还很多 付出的还很多 出的还很多 双方第三局的比赛 现在双方打 速度特别快 第一边 就是第三个比赛 是双方第三局的比赛 观众朋友 您现在看到的是 我们在黑龍江电视台 两千八分米的演的大厅 介绍的前两局 比词又是二比零 高了 税條零率 运动员天天的回缩肯定要高 可能对方推打篮景宫 可能搓短的比较多 他的站位就要进 方便话随之至下一板来说 他都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他比较效马球 他的规则要跟打球比较效马球 其实在这个速度 最近七八年才三局打成了9比9 李康佑在6比9 落后的球 就很不好打了 好球 李庭又落后一分 大家也觉得他发球还是非常非常明显 而且他步伐比较好 因为这个打法现在比较积极的话 所以你就不能拿平常的 偷天晚上从9点钟 准备准备到夜里1点 9 5 5 6 5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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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起来,连拉,反手 高了,滑球轮次当中,李婧金又是得了两分 第二把质量的下降 变化 连拉的教练还是蛮聪明的 老运动员当教练的,他们现在基本上是一些世界名将 所以他们这些人本身经历过大赛这种场面 有对运动啊,对这个,他们这里都能走在前端 所以作为这个最主要的,他们的比赛实领先 日本的实际右衣对阵韩国的李婧佑 回往,这样李婧佑就以 我认识你 就是说明了 我们只是说明了 所以我认识你 在这个地方 他在这种情况下 哪有的 我也想要 对 这